地面上遍布了一层黄色的粘液 无数白色小种好像肉居一样 在粘液里拱来拱去 粘液里有好多鸟兽之类的皮毛骨头 发出一阵阵的恶臭 王平本来没有看脚下 竟叶少阳一提醒 才注意到脚下 当场就尖叫了起来 欢顾左右 却是找不到一块干净的地方 这是低形态的失宠 不伤人 注意点 别让他们爬到脚上就行 叶少阳环顾了一周 发现这房间挺大 到处散落着客桌板凳 表层也是粘液覆盖 看来众将士没少在上面待着 我们把桌子搬到门口去挡着吧 万一尸磨没死的话 杨思琳说着就要去推桌子 被叶少阳挡住了 飞快地说道 以尸磨的力气 你就算安个铁门都没用 别磨蹭了 赶紧带我去找舍利 杨思琳快步来到窗前 每一脚下去 都要踩死几只尸虫 发出令人头皮发麻的暴体声 也顾不上了 在窗前 在窗前低头找了一会儿 杨思琳随手拿起一把凳子 调了个儿 把地上的粘液刮掉 好歹是显出了水泥的真容 叶少阳一低头 看到一大片黑色珠子 有大有小 相见在地面上 恰好形成了一个风车的形状 有四片叶子 叶少阳一看 便知这是佛门法术中的风信 全名叫什么 他也忘了 对于佛家的法术 具体他也不懂 但是听高僧勇 灵悟百常的风信 奥妙无穷 甚至有开辟鸿蒙的神力 仔细一想 从恶灵空间撕开裂缝 回到真实世界 可不就是开辟空间吗 顿时感到信心大增 当下毫不迟疑地 用枣木棍的尖端 切开了自己的手腕 鲜血涌出 滴在了一枚舍利子上 立刻吃的一声 冒出了黑烟 舍利子上沉淀的湿血 和粘液顿时褪去 露出米黄色的真容 一抹瑰丽的光泽发出 虽然微弱 但是叶少阳感觉到了 其中的灵力存在 于是继续对着 其余的舍利子滴血 随着湿血和粘液一点点融化 更多的舍利子显露出来 每一颗的颜色都不一样 叶少阳看着这些 五彩八斓的舍利子 心中感染不已 这才是真正的高僧啊 哪怕只是为了救杨斯林 一个人也甘愿牺牲自己 而且是在这恶灵空间中 世纪也只有杨斯林 一个人知道 死后也无法得到 流芳千古的美名 当下大定主意 出去后一定要找杨斯林 问清楚这和尚的法号 前往他的宗派告知一声 砰的一声 叶少阳吓了一条 抬头看去是杨斯林正在用一只板凳砸碎窗户的玻璃 忙问他干什么 上司那套空间裂缝就是出现在玻璃窗外的 我远远看到的 叶少阳一睁 这意思是 裂缝若是真要产生了 还得跳楼才能出去 万一跳的不是位置 摔下去那不就是完蛋了吗 自己在这个空间毕竟是灵魂尸体 摔死那就死了 连灵魂都回不去真实世界 一边胡思乱想 一边把更多的血滴在了舍利瓷上 终于所有舍利上的惠物都被天师血腐蚀和清理掉 叶少阳没有做什么 就看到一道道五彩缤纷的清光 自这些舍利瓷上发出 果然是投射到窗外 形成了一团 好像星云漩涡一样的所在 凌空高悬 将附近的空气无止境地吸了进去 再看那些舍利子 却一点点地开始融化成水 叶少阳愣了一下 玄机明白了 这风信阵的维持 消耗的正是舍利子中 蕴含的灵力 一旦舍利子完全融化 空间缝隙也会立即消失 快 你们先过去 叶少阳起身大喊 就在这时身后响起了一声巨吼 叶少阳回头看去 却是一个浑身冒着烟的硕大的人影 正是那只狮魔 这家伙不知道为什么没有被烧死 反而身上的火还灭了 马蛋的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叶少阳随后操起了一只凳子砸了过去 狮魔的脑袋显然比凳子硬得多 一头撞碎猛地扑倒在地上 飞快地爬了起来 口中吐出一口绿色的尸毒 叶少阳后退避光 一把拉过旁边发呆的王平推到窗前 杨思琳这时候已经登上窗台 面对那团悬在半空中的五色星云 却是犹豫起来 跳啊 叶少阳喝道 我 我有点怕 叶少阳一争 随即明白 自己之前想的没错 他们现在虽然是灵魂 但毕竟是尸体 死楼这种高度已经足以引发恐惧症 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本能 就算是法师 也很难克服 杨思琳听到尸魔的声音 回头看了一眼 大惊失色 看尸魔 叶少阳回头一看 妈的 怪不得尸魔没来追击自己 这家伙居然趴在一堆舍粒子上 伸出一条条爬满了尸虫的舌头 一下下地舔着舍粒子上面的血 血如果舔完 湿水就可能重新覆盖舍粒子 杨思琳叫了起来 我们就出不去了 得阻止他呀 我知道 你先跳吧 叶少阳说着 从腰间解下一根没有用过的枣木棍 趁着尸魔爬在地上舔血的功夫 对准后脖镜用力插去 一根刺穿了他后尸的皮绕 湿血标处 嗷了一声 尸魔仰头发出力声力吼 求你能了是吧 叶少阳又解下一根枣木棍 刺入尸魔左眼中 但尸魔也抓住了他的两条腿 用力一拉 叶少阳倒地瞬间 正好看到杨思琳跳下去 身体没有下落 而是被五彩星云吸了进去 王平正要爬上窗台 回头看过来 叶少阳一个侧身 避开尸魔的攻击 头也不回地喊道 走啊 别管我 少阳哥 走走走 我搞得定 你快走 叶少阳回头瞪着他 王平叹了口气 跳了下去 看到他也毫不犹豫地跳下去 叶少阳的心中猛然咯噔了一下 虽然还有很多事情不明白 但总算是明白了一件事 王平 你骗我 低头看到舍利子 已经快要融化干净 五彩清光地淡了许多 叶少阳一个见不起身 朝着窗外扑去 结果那只死不了的尸魔 又扑了上来 从后面按住他的肩膀 对着左肩一口咬了上去